这位日本小哥是软饭界的王者 他同时被八位妇婆包养 还有七名备胎待命 别的小白脸在妇婆面前唯唯怒诺 而他却做到了软饭硬吃 一言不合就霸气的拉黑对方 小哥名叫生居卓也 年仅25岁 在吃软饭这个行业已经深耕了8年 他每个月只需要工作8天 月收入就能达到40万日元 工作内容就是陪妇婆们聊天约会 偶尔再从事一些脱离了高级趣味的活动 每个月剩下的22天 就是吃饭睡觉打游戏 能有现在这种悠性的生活 全凭借他个人的努力 18岁刚入行时 生居还是个传统的住家软饭男 住在金主的家里 又要做家务又要陪女主人 身体实在吃不消 通过几年的卧行长胆 生居攒下了一笔创业资金 成功脱离湖海 住进属于自己的高级公寓 之后他更是实践产业症结 一饭多吃 在富婆群里发展起了共享经济 如今的生居 同时被八位富婆包养 甚至还有软饭女 拿着金主爸爸给的钱 再来包养她 成功实现了产生内循环 生居按照颜值的高低 将这些富婆分成了三个梯队 主力的第一梯队有三人 第二梯队有五人 此外七名替补待命 真诚是最大的必杀技 当别的软饭男说着 一生只爱你一人的谎言时 生居毫不掩饰 自己还有其他女人的事实 甚至还会跟他们透露 自己的分级制度 作为一名专业软饭男 他走的是平民路线 主张物美价廉 薄利多销 每次陪伴也就收个三五万日元 生居表示如果富婆给一大笔钱 反而会带来不必要的压力 一般情况下 金主们都会主动帮她付各种账单 只有极少数情况下 需要她主动要钱 恰好这一天她有一场约会 节目组就跟拍了 生居的工作流程 这位富有且慷慨的金主 居于第二梯队 他们的雇佣关系 已经维持了四年 一眼望去 两人就像是一对普通情侣 被问及为何要保养生居时 金主妈妈说她很有魅力 生居立马复合道 这位金主坦率地表示 因为两人有着朴素的厉害关系 她有需求的时候 软饭男就会抱以热烈的回应 不需要他的时候 也不会被束缚 没有压力 这种关系轻松又愉悦 生居认为 这样的服务收费很合理 吃完饭后 金主主动买单 生居顺其自然地 牵走了一万日元 还让富婆开了一张收剧 与她告别后 生居马不停蹄地 赶到下位金主家 这位从事美容业的富婆 才二十来岁 属于第一梯队 两人已经合作了四年 生居每周与她见一次面 从她这里 累计赚了三百万日元 说到为什么选择生居时 她说 生居是个正能量的大男孩 和他在一起 自己也会元气满满 以结婚为目的的男女关系 要考虑得太多太累 不如照生居这样 阳光又简单的猛男 不用担心出轨 也不会吵架 甚至每次深入交流前 生居还会妥善地 做好安全措施 不用担心自己喜当妈 当然 对于这位富婆 生居也给予了高度评价 两人的关系 亲密融洽 生居甚至 还见过这位富婆的妈妈 对于女儿和生居这样的关系 她当然是坚决反对 不过给的理由 有些轻心脱锁 虽然这位富婆玩的花 但实际上 她也有结婚的想法 等到玩累了 自然会找个老实人 双速双飞 但她表示 这个人肯定不会是生居 生居对此也不以为意 她不在乎天长地久 只在乎重金拥有 如果一段关系 给自己带来了麻烦 她会毫不犹豫地选择结束 拉黑删除 突出的就是一个软饭硬吃 对于这种奇妙的关系 现场的一位嘉宾 一语道普真相 对大部分软饭男而言 被欺养是毁天灭地的大事 但对生居则没有多少影响 毕竟光是备胎 她就有七个 正所谓量变引起质变 被一个富婆包养 那你是玩物 但是如果同时被十个富婆包养 富婆就成了她的玩物 只能说这碗软饭 确实是被她给吃明白了 主持人问生居 是否有谈恋爱的想法 她果断表示 自己不需要女朋友 因为第一梯队的这些金拙 慷慨又富有 能满足她的一切需求 而她每周只需要抽出一两天工作 其余时间都非常自由 完全没必要再给自己找个祖宗 当然她也没有把话说死 对于吃软饭这事 生居一点都不觉得羞耻 她还鼓励 想吃软饭的有志青年 一定要好好干 不过这几年因为疫情 百业凋敝 吃软饭这个行业 也受到了致命打击 在收入普遍下话的大背景下 金主能给的零花钱也在减少 甚至有些不再需要软饭男的陪伴 生居第一梯队中的一位富婆 就选择离她而去 简简单单的一句 我醒悟了 直接让她的收入暴跌了50% 为了节省开支 她不得不从豪华的公寓搬出 住进了狭窄的一居室 但是身为软饭业的大师 生居很快摸索出新模式 她开启了线上陪聊服务 云虚寒 云问暖 为可爱的金主妈妈们带去真诚的问候 在她上了电视出了名后 单价甚至略有上涨 每月足不出户 就能净赚40万日元 还省去了线下见面的周车劳顿 不过这种模式也有缺陷 其实即便线上业务中断 生居也不慌 因为她早就未雨绸缪 存下了一笔巨款 干这行吃的就是青春饭 俗话说 以色识人 色衰而爱吃 等到精神小伙失去美色 富婆们也会毫不犹豫地将她抛弃 到时候没有一技之长的她 只能指着这笔巨款维持生活 喜欢的话 一定要关注点赞 见识就和大家一起看更大的世界 我们下期再见